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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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觉得不是吗 都很奇怪的 我们是吧 远古的时候进化又是 伴神人吧 那个时候是 应该是真的有些东西 就是那样的 其实挺好的 以前 这什么东西呢 上海里面很多那些 动物 我们没见过吗 那动物的故事啊 就远古的神话故事 中国有的奇说嘛 你能说上古时候 有些动物啊 比如说舌头人生啊 或者各种动物 拜神嘛 各种动物 就是 不是说 大泡腹要至少 九万里四条鱼 变成从北京 要回到南京 那这样说来 达尔文论进化 那会有问题啊 对啊 我一直认为有问题 有问题啊 但是 但是在特地的时空 在某一个时空 可能进化 有点进化 有点 有点道理啊 但是 就是说你从这样 变成这样 到底属于进化 还是退步 这个还需要定义 但人类是说 你科技越发达 越进化 这是个定义啊 它可能是在特定的时段 空间内 可能是有点点道理 它是说 一个东西是 逐渐逐渐逐渐 逐渐逐渐 逐渐进化 但佛学生说 缘起说嘛 就是 因缘成熟了 就突然可能在地球 就出现了很多种不同种类的 还是个懒生 是个化生 各种种类的众生 但是可能是突然出现 可能不是从水进化 水里边 海里边 陆地上都有 缘起嘛 但到底是不是真的 谁也不知道 我说 不同种类的众生 看到了不同的像 这个星有没有量 数量的量 比如说 我们现在以前 我们小时候 哪有那么低啊 或者现在 这个饲养太多了 那总有了过 不过总是变成鸡啊 这个星亮 我们的星 它是变化无常 会分出很多 这个量出来 是啊 星有叶 不是叶 叶 叶力导致的 你发现了不同的 那你明白这个道理吧 我们小时候 哪有过的鸡啊 现在 肯登基那些西方的文化 假如说 你拿着一个 就是那种 电话外话筒 你小时候玩过这个吗 对 玩过 你这样游 你看到了 十个图案 这样游 变成了二十个图案 它怎么能有十个 变成二十个图案 你现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哦 那是一样 就是我们 看你怎么抖了 怎么抖了 叶力的问题 哦 这要问人出来的问题 谁也没问题 就是你现在在问一些 迷迷糊糊的问题 你知道你现在问什么问题呢 就是就像我这个医生 就是你是个病人 然后你眼睛病了 然后看空中出现了六个花 然后你问这个花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为什么是黄的 从哪生的 它怎么又变六个了 它怎么又变七个了 我们俩在探到花的问题 我陪你探到花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问 为什么 到底是我的问题 还是花的问题 花不无为由 你说是花的问题 还是你的问题 我能说吗 谁的问题 鸡的问题 还是你眼睛的问题 我能说吗 因为你跟鸡都是那个花 你现在的眼睛跟那个鸡都是那个坏花 而你是佛嘛 只是你迷糊了嘛 你就是你迷糊 你问这个问题就叫迷失嘛 因为你没安住在本性上 才有迷迷茫茫的各种问题嘛 但你花都是那个坏花 我们医生跟别人讨论那段花 医生是知道没有意义的嘛 醒来的 他是安住在那个空性上说话的 没醒来的他就迷迷茫茫的探讨这个花的问题 医生就是醒来的嘛 医生说 哎呀你先安住吧 你先你先安住吧 然后慢慢慢慢你眼睛就好了 然后花也消失了 你也消失了 自我跟花都消失的时候 我们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就算你的眼睛 如果你是由天眼开发现了天眼的境界 由肉眼开发现了肉眼的境界 由灰眼开发现灰眼的 由法眼开发现法眼的 但你都会说 这是法眼的时空 这是灰眼的时空 这是灰眼的时空 这是天眼的时空 这是肉眼的时空 都是时空境界嘛 你哪个都会叫真 你把这些灰眼搞了 那也都没有杀了嘛 嗯 啥也有 啥也有 你这才叫自在嘛 你同时看了多少维度啊 你天眼会眼法眼佛眼都在看 每一个时空的境界 因为每一个时空都有众生在里面执着 都有众生在里面迷啊 那么你们一做的事就在每一个时空就度啊 就是把众生叫做治病啊 治也病啊 只要众生在时空就在嘛 只要众生没醒来 每一个时空都在哪儿 就有时间和空间嘛 时空也是众生创造的 但是呢 在那一个同时代的 有跟他共同看到的 就是同业的人可以共同看到那些东西 比如说 如果是一个人记录的 那跟他有 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 或者是 就体验着那些 就同业的人 就共同看到那些境界 就像现在我们就是同业 共同看到了这些 共业嘛 从人力的角度是可以的 就是说我们人曾经看到过他 发现过他 在空心里面发现过恐龙或者是什么 那其他到中是可能没发现 最远古的时候是没有人的 当这个境界在头脑形成的时候 人是从哪来的 其实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错觉了 产生了 就是因为时间是个错觉嘛 所以你头脑里面 一旦想到一个无人的境界 那就是远古时候 你这个时空已经移动了 你头脑里面 已经有了时间和空间嘛 那就远古遥远遥远的过去 遥远遥远的过去 有一个没人的境界 你知道你产生这个境界的时候 宇宙在起 你产生这个境界就是个错觉 你就搞不起人出哪里了 你这样理解吧 就时间它是 它是不动的 你妄想出来的 就没有时间 时空就没有 妄想出来的 当下你这一刻你停下妄想 就是此时此地此刻 就是遥远的过去 跟遥远的未来 就是无量无边的空间 跟无量云边的时间 无量无边的空间 跟无量无边的时间 就是此地此时此刻 停下妄想的时候 一就是多 这就是已经开始超越二元 对也相对了 一就是多 多就是少 那样你才能追逐 是说戒指拉徐米 你才能出现那些神通 你必须安住在此时此地下 我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生命是有限的 所以才想到时间 它是 无限的 无限的 是吧 不是在动 是因为自己的生命很短 才会想到 你的生命就不是有限的 你就认错了 所以造成时间概念 是这样的 妄想 不是 是你不断地在妄想 时间就产生 不管你是认为你有限的 还是无限的 你都是妄想 什么叫有限 什么叫无限 你的无限 都是相对于有限 建立起来的一个概念 无限就是不生不灭 有限就是活着 所以我们人类 要造成这个时间的概念 是为了便宜交流 或者说这个 不是 是错觉 是迷了 是迷失 不是为了便宜交流 你已经迷惑了 你知道吗 就是迷失了 从佛心里面都迷失 本来是佛迷失了 现在 就迷糊了 迷糊了 导致了时间空间 时间空间外伐的这种像 就是在你组成你的身心世界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世界 无受者像 就是这个意思吗 也可以理解吧 就是没有生灭像 对吧 无受者像 受者像是相对于人类讲的 因为人类要永生嘛 要长生不老嘛 对 人类是希望长寿的 长寿不死吧 古代的帝王都求长生不老嘛 求猎丹 这个就是受者像 你是不想死的 但是确实你不知道 你是不灭的嘛 你本来就是永恒的 只是因为你着了这个像 反而你死掉了 你有时间的中指向嘛 所以你死了吧 这个必须你停下妄想才能知道 时间和空间的妄想症 就是因为你妄想时间采生的 时空采生 所以没有遥远的宇宙 人类不是从遥远的过去采生的 是从此时此地此刻刹那刹那身边 采生的 宇宙的起源就在此刻 就在你的每一个呼吸念里面 一念度宇宙开始起源 一念度人类开始起源 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这起源 只是你不知道 就没有遥远的过去和未来 就没有这回事 星球 宇宙 银河系 太阳都在刹那刹那 在此时此地在刀下起源 你知道到没有时空的时候 我们只能这样讲 你本来很清静 你不需要你坐在这 本来聊聊风鸣很清静 突然说我散乱了 你这不起了个念吗 这一念宇宙开始起源 而且认为是我在散乱 我跟世界产生了 是不是 我散乱 散乱是个静 我六根 有个东西是你 虽然你现在是这个东西是你 我散乱 散乱不出了个境界了 是不是 我懂的意思 关键还是我 这无我以后 你就啥也没有了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本性是大海 我还是说我散乱了 这个我散乱了 这是一个认知 这个认知导致了你跟外境产生了 本来就是一个认知 你本来是大海 我散乱了 把两多烙花从海里面积出来了 这两多烙花就是 我六根和六成 就是六根就是这个 相对于你这里出来 这个外界就是六成 我跟世界同时生起 宇宙开始起源 本来你是佛性 佛性是没有我也没有外人的 佛性是只有寥寥分明的圆觉 圆觉不是说我觉得了什么 是圆觉寥寥分明 你坐在这儿什么都知道寥寥分明 现在是我觉得我散乱 我觉得我清静 我觉得我光明 我觉得我 我觉得 我觉得 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个外境 就成了你的对境了 但是本来这个散乱跟我是一个东西 我就是散乱 我就是光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光明的 我就是散乱 我不是散乱的 是我就是散乱本身 我就是冬本身 我就是宁静本身 我就是光 我就是黑暗 我是一切啊 我是一切像啊 但是你现在说 但是本来坐在这儿 你觉得我是光明 但是说我放光了 好 我产生了 对境产生 二约对境产生 我散乱了 两个水泡一架 就是庚层同时生起出海 本来庚层这两座落花 都是大海的一部分 不是佛性啊 我们本来是佛 就是不断地产生这个庚层 而且这个庚层是你刹那刹那 产生的 并不是从遥远的远古的未来形成的 就是说 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看见的我是刹那刹那生死的 生灭生灭 就是就像那个电波一样 刹那刹那刹那生灭的 我不是一直坐在这儿的 我是生起来 当我的念头生起的时候 我跟层生起 我灭了 生起不断的这样子 只是你的眼睛看不到这个实相 你不知道我在这生灭 你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幻境在生灭 这个幻境是消失的 世界是消失的 宇宙的起约跟毁灭是同时的 因为没有时空 我之前讲还是有时空 世界的空间的概念 所以宇宙的起源就在当下 没有遥远的未来 没有遥远的过去 没有遥远的时空 你不要这样想 你如果在头脑里有一个说 宇宙的起源 哇一下子飘到遥远的时空 遥远的太空 有一个空间 有一个银河系 有一个空间 有个时间 你已经找不到宇宙的源头了 宇宙没有源头 也没有尾声 宇宙就在这儿 每一个人 当你觉醒那一刻 根根成就是一起念宇宙起源 一起念宇宙起源 当然我们现在因为 你不透达的了解这一点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 轰浊 就是佛说我们的身心有五重轰浊 轰浊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对我们的生命 跟世界跟时间空间认识不清 你头脑还有很多的概念给定义 还有分别执着 所以这叫做轰浊 这种轰浊障碍你 现在透彻的了解宇宙在此时此刻起源 你能够 你没办法听懂这个 只是说 你知道 宇宙是在这儿起源的 从我的每一个念头起源的 所以你回不到永恒 所以需要把这个概念破解 就是轰浊沉浸 叫五着恶是吧 把这个轰浊沉浸 下来 把妄想停下来 然后你就回到永恒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世界 清静无为 你就看见 你就成道 就是说 你的对时间空间是一个幻想 幻想 不断地形成 而且 而且我们坐在这儿是生灭的 你拿电来举例 你是知道的 这个电灯 如果把它封解开 它是刹那刹那灭的 是吧 生灭 生灭 有地光 你也是这样的 你的每一个念头 都在生灭 是的 你的细胞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自己是存在的 看到我一直在坐在这儿 没有动 没有灭 因为你的眼睛不够快 你不是佛眼 你不能看到 一切如梦怀泡影的境界 所以佛说一切如梦怀泡影 知道吧 他只是用了他佛眼的角度去看世界 他扎一扎眼 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无数次 宇宙毁灭了无数次 而且你知道 你的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 你知道你多大有多小 七大无外七小无内 就是因为没有空间就没有大小 世界 世界叫时间和空间组成的 世界 世界和空间组成的 宇宙的 对啊 宇宙 所以没有这个时间和空间的话 没有宇宙 知道 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境界产生的 没有宇宙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你可以打到无量无边 这就是大佛地 就是你可以打到无量无边 这个大是无有边际的 然后呢 宇宙 银河系在你的手掌心 就银河系可以在里边 所有的星球在你的 在你的本来面目里边 如一粒微成在那学着 所有的星球 你都可以有这种境界 而且这已经是人力 还是比喻的境界 根本就连这些都不可能的 就渺小的 就是说 外法 就是你看见的 见闻觉知到的一切 因为它如幻 渺小的不可以起 但是我们活不回那个境界 我们活不回去 所以佛说我们可怜就是可怜在这 你一直比这个根层 就叉啦叉啦生命 因为你的眼睛迟动了 你看不到这个东西在生命 宇宙在这又起 你就是造物主 每个人都是造物主 你在创造世界 你眼中的世界 可能跟我眼中的世界也不大相同 就像我们同样为人 我们有供业看到的 还有个业看到的 就是同样坐在这个房间里 我们俩绝受不得 就是说 你有你的世界 我有我的世界 那我的世界是我创造的 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 谁也不要怨 每个人都创造自己的世界 看我们有多少世界 你说有多少世界 供业就这个意思 是 对我们有相同看见的 对我们有相同看见的 但有不同的叫各业 那叫共业 对 共业导致的建文觉知 就是我们同为中国人 有同为中国人体验的东西 比如法律 法律政策 这也是共业 相同的认识 相同的见解 相同的看法 建文觉知 对 共业 就算你不相同 你企业在同一个地方 也是共业 共业就是 就是你 我们同时为人 就体验人道的一切 那就是共业吗 也许你说 我是善良的 他是恶的 但是因为有共业 你都来到了人道 那这个人道 空气也污染了 水也污染了 你也得受爆 你本来说我挺好的 我没污染 但是你是共业吗 你受影响 各业就是说 在不同的这个环境里 但是你的觉受不同 体验不同 这就是各业 同样这个环境 其实非常安逸 很平静 但有的人坐在这就不开心 有的人觉得无所谓 有的人可开心 是吧 有共同的业力 或者缘分 都有 同胎的时候有业力 最起码我们都有情欲 所以才能到欲见 来到了欲见 缘是另一个层面 缘是我们相遇了 大家都有共同的情欲 有情欲 所以能来到了欲见 同胎到欲见 胎生意 胎生的方式出现 但是因为我们有缘 我们相绝了 那七十亿人口 为什么我们不会跟别人喝茶 就住 我们这些人就住 这就是缘分 无缘是见不到的 西缘就是说 善待你见到的每个人 善待嘛 善待嘛 善待就是珍惜缘分嘛 因为无缘不可能见面 既然你今天见到了 甚至说了两句话 甚至一起喝了泡茶 或者是什么 真是吵了一架 也算是缘吧 各种缘 六道之缘 还不是一道 或者有的是 有的是你上一辈吃的一条鱼 完了那个鱼来了 你就很恐怖了 你家来要命 要鱼要再来 或者有的是你吃了的 吃鱼还好 你要吃了一条蛇 你要是吃了那更熊 来到要再的时候 你还要还不起 或者你有吃了的其他东西 什么 鳄鱼或者是什么 那更厉害 但是如果是上一辈 来了一个你曾经帮助过的 那完了 他来了就抱我来 你的柜子就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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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